觀眾拍下驚人一幕 穿藍色上衣男子 站在約莫二十層樓高陽台外 執行清潔工作 而且只有一半腳掌有得踩 全身都沒有安全裝備 光看就冒冷汗 這個情形不是說很罕見的啦 就是都會有這樣的情形啦 他們的人也應該要做好房子 對啊 不能讓他們這樣子 在外面這樣子 附近居民說 之前就曾看過 原來這棟大樓是位在三明區 剛蓋好尚未玩銷的新大樓 但屋主找來的清潔公司人員 卻大膽無防護 直接高空作業 看在專業人士眼裡完全不OK 其實在清洗外牆的時候 他要穿著安全的一些安全吊帶 那才不會造成這個人員 如果在不小心的時候滑倒 或者向後仰的時候 他可能會衰落到地面 是非常非常的危險 高空作業不得馬虎 得穿全身式安全帶 從肩膀到腰防護到大腿 另外專用繩索 也有雙重保險 以一個洗刷外牆陽台的case 六千塊錢來說 找有證照的高空業者失作 藥價約八千塊錢 其實價差兩千 但清潔公司老闆 還是為了省錢 無視人民安全 這部分違反了 治安法第六條第一項的規定 將依法採取新台幣三萬到三十萬元的罰還 勞工局事後前往稽查 確認雇主違規最高可罰三十萬元 歲末年中大掃除 外牆清潔case多 但也要確保視作安全才能平安過年 靜新聞林清潔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盡好新聞